嗨,大家早 奇怪 為什麼今天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叫我輸入文字或是什麼 這樣我的梗就沒有啦 我今天要講的一個梗很重要 對 我今天主題的梗就叫做 富胖王來教你怎麼減重的必殺技 哇,車上水都是 這個梗的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今天比較涼 有些人講說,蛤,今天這樣才涼 但對我來講只是涼 因為還沒有說冷到手會痛 對我來講都覺得還好 這個通常還是現在的溫度 騎機車不戴手套時速80的時候 手就會開始痛 大概那樣子我才會覺得有點冷 因為以我自己的經驗 真的感覺到 哇,這個真的冷 有點危急到生命 大概是-16度左右 那個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去日本北海道的小樽 然後遇到 風雪比較大 然後就發生這樣的情況 好啦 今天其實很久沒 上來播啦 大家其實在我的團應該有看到 有的時候是忙 有的時候是身體不適 又一個在雨天騎平衡車 想要跟我一樣鍛鍊的男子 和出現 對,好 希望他膝蓋不要受傷 我膝蓋就是這樣受傷 那... 其實這一次去看醫生的經驗 讓我了解到說 嘖 這個人真的不要太TT 我們其實 不管你要以年紀的角度來講 風切聲會不會很大 但沒辦法 因為我要開除 呃... 我們的身體啊 韌帶關節 軟骨這些東西受傷 就會發炎 那發炎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需要休息 才能夠恢復 那以我以前的個性跟處理態度就是 反正就... 不會痛就是好了啊 這種觀念 其實真的是蠻錯的 又或者是說 欸...我這樣在運動的時候 沒有感覺...痛 那我就繼續動 那等到痛 我就...不要繼續加重 或者是... 呃...換下一個動作 其實這個觀念 也都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痛 他有可能只是... 發炎期...結束了 然後進入... 一個所謂的修復期 那... 你如果在修復期 你又開始動 結果他又受傷 因為他沒有完全好嘛 他既然就說他在修復 所以你就會一直去repeat這個過程 導致... 我的這個很多的... 呃...身體部位啊 產生的所謂一個... 比較偏向慢性巴炎這樣子的情況 那... 就變得是... 他發很久 他不會很嚴重 他也不會一直... 很強烈的在... 產生發炎狀態 但他就是... 慢慢的發炎 然後... 或是... 你感覺不太到 可是當你用力 或怎麼樣 他就會馬上痛 讓你知道 可是那個時候也來不及耶 因為那時候就進入急性發炎的狀態 這其實... 對我們的... 身體來講 各方面是一個蠻不好的事情 大家要... 注意這一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你的身體... 發炎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有一些... 機制 然後... 你會產生一些反應 像我... 左肩... 呃... 還有... 左手的... 手指... 手腕 以及... 我的... 右手肘 然後... 我的... 右膝蓋 後面的... 四個... 肌腱 這些點啊... 他... 同時都在發炎 只是... 對我們... 一般沒有這個觀念的人來講 我們只是會認為說... 喔... 這就只是... 四個... 地方... 在痛 可是其實你沒有想到的問題是... 當你身上只有一個地方在痛的時候... 你所有的資源... 會去修復這個位置... 例如我的手被割到... 我... 全部的... 呃... 身體的能量... 或者是營養養分... 或者是修復能力... 他都會去修復一個位置... 可是如果今天你身上有十個刀傷... 你的身體就要分散這些能量... 去修復這十個位置...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你會遇到的問題一就是... 呃... 他修復的很慢... 他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以下的效果... 再來是... 你的身體消耗的能量會很多... 可是效率會很差... 那第三個是... 這些... 每一個傷口... 每一個發炎... 或是怎麼樣的... 他產生的這個所謂的副作用... 會... 成倍的出現... 喔... 比如說... 像我... 如果身上只有一個傷... 他可能不自己去影響到我的日常生活... 或是什麼... 可是如果今天像我同時有四五個部位啊... 在進行這個發炎的動作... 那很明顯啊... 讓我的身體喔... 很容易僵硬... 然後... 睡... 會睡不好... 甚至有一天晚上呢... 我這輩子第一次... 睡覺睡到背落枕... 也就是背上有一個... 基點... 很深層的基點... 就很痛... 這是一個... 很妙的... 狀況喔... 這我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然後... 睡眠品質也都很差... 這些其實都是大家要注意的部分... 所以我們... 真的不要去輕忽... 受傷... 這件事情喔... 尤其是... 有進入... 這個發炎症狀... 應該講我們幾乎所有的受傷都是... 發炎... 修復... 康復... 那... 醫生就跟我講... 我永遠都停留在發炎狀態... 所以... 根本不用去討論... 他什麼時候會好... 呵呵... 這個... 這個醫生其實還不錯啦... 如果大家之後... 在台北... 對於這個醫生... 有興趣... 因為... 他真的是... 蠻細心的喔... 每一個位置會去跟你講... 而且直言不會啊... 就我去的時候... 我給他看一個位置... 兩個位置... 要看第三個位置的時候... 他直接告訴我... 沒有了... 沒有扣打了... 哈哈哈... 他就說... 你一次看那麼多部位... 一... 你沒有辦法... 很專心的去治療... 因為... 還會牽扯到健保啊... 時間啊... 他們的成本啊... 還有跟其他病人的一個公平性... 就是... 直言不會... 我只能這樣講... 但當下... 就這個醫生... 其實... 我覺得... 做任何一個職業... 都會有一個所謂的... 痴... 卷...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 你... 因為你一直在repeat... 你其實可以去想像...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醫生... 你今天在看這個科... 這個診... 然後你... 其實有些話... 你可能這樣... 一年下來... 就像以我交接圈道來講... 或可能交個高低交換拍... 什麼什麼... 我教了多少學生... 我至少... 就要重複多少次... 比如說... 什麼是節圈道... 節圈道的原理是什麼... 這個除了學生之外... 太多人會來問了... 你節圈道館長喔... 你節圈道是什麼... 節圈道怎麼練... 節圈道的特色... 這些話... 我可以跟你講... 我教過一千個學生... 可是我教這個東西... 我講這些東西的次數... 絕對超過五萬次... 喔... 你講... 你有一千個學生... 你要講一千次... 然後呢... 來參觀... 或是跟你聊過天的... 再抓... 比例一定更高... 你再抓個兩千次... 有的時候... 你去外面認識朋友... 或者是講... 或怎麼樣... 然後... 或者是我們這樣... 在拍片... 或是以前上節目... 再加個一千次... 所以... 我覺得... 最基本... 我也講了五千次... 這些基本的東西... 那高低交換拍... 不用說了... 高低交換拍... 一個學生... 你也不要講... 你就從一開始... 學習的時候... 可能會教他個... 兩三次... 到學到中間... 教個兩三次... 再到最後... 教個兩三次... 所以...原則上... 高低交換拍... 再這樣... 如果我自己練習... 以前的... 累積下來的... 光是高低交換拍... 這個動作... 我可能... 講解跟練習... 也超過萬次...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們... 這世界上... 沒有什麼捷徑... 也沒有什麼... 天不天才... 或是... 天不天父... 有... 你只是比較快... 可是到最後... 你發現... 次數... 才是無敵的... 你只要一件事情... 做到萬次... 相信我... 你就是個... 這樣你看... 一萬隻... 你也會成為... 這個... 另外一個... 一件... 一件什麼... 春秋... 對不對... 比如說... 一個遊戲... 你打了一萬個小時... 其實... 任何東西... 一萬秒... 都很驚人... 一萬... 真的是一個... 門檻... 在這邊... 推薦給大家... 凡事追求... 萬維單位... 讓自己... 變成所謂的... 然後... 高速公路... 車多到... 爆一堆... 王八蛋... 又把車停在路口... 還想... 這個... 我要怎麼... 切過去... 好煩喔... 我被逼到... 最右車... 可是我要到最左車... 所以... 當我們今天在... 控制自己的身體... 或怎麼樣的時候... 往往會因為它... 尤其是我... 以我自身為... 範例... 我們會... 完全的忽略... 這小傷啊... 這有什麼... 一輩子都在受傷... 就是肩膀痠... 肩膀痛... 哇... 有點緊... 然後... 最後就不鳥它了... 然後... 最後想要讓它... 自然好... 自然好沒問題... 但關鍵是... 你是否有讓它休息... 如果你沒有讓它休息... 然後... 你用一隻洞... 它就是重複發炎嘛... 就跟我的情形一樣... 最後你就得不偿失... 像我就很不幸的... 剛好遇到... 因為... 全身好幾個位置... 一月的時候... 傷到了右膝蓋... 然後... 這條喔... 因為傷到右膝蓋... 也是一樣啊... 也去沒理它啊... 就針針揪就算了... 我還在做重訓... 我還在教課... 然後... 經歷了至少三次... 很... 用力的勾腳動作... 導致後面的筋... 超...痛... 原來... 真的明明有好轉... 我又開始... 給小... 然後... 做下半身的這個... 六分鐘... 爆發力... 有氧運動... 還天天做... 做了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 奇怪... 怎麼越來越痛... 其實原來... 右膝蓋... 後側... 沒有... 那麼嚴重... 所以後來我就... 一直... 持續去吹... 因為我覺得... 不會啊... 就推力啊... 那... 我是拉力才會痛... 那我做推應該... 不會影響太大... 但... 其實這個都是... 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時候... 會苦口婆心的去... 勸別人啊... 你就讓他好好休息...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一直動... 一直動... 你想要... 困住那個感覺... 好熱喔... 所以... 大家... 要記住... 千萬不要輕呼... 像菜博... 你現在... 如果... 都有... 好好的... 再維持一個... 基本的運動... 你的身體... 恢復才會快... 這個... 永遠不要輕呼... 因為... 我們年紀都不輕了... 不是二十幾歲... 二十出頭... 然後... 最主要的是... 你沒有一個... 好根基... 你不是... 喔... 像我一樣... 我們這種... 已經有鍛鍊過... 身體以前就有一個... 強度... 你其實是... 沒有強度的人... 最後又受了傷... 導致更低... 這個你自己要... 很明確的知道... 明確的知道自己有弱點... 所以... 你必須... 現在用這種... 比較痛苦的方式... 也就是... 硬著頭皮上... 就像我做有氧運動... 就是硬著頭皮上... 每一次做完都很想吐... 可是... 你不去跨過這個階段... 你沒有辦法到達說... 我可以用比較舒服的方式去做訓練... 已經很差的人... 在做這種... 任何運動的時候... 只要你的心率開始增加... 像我如果過140... 我就會不舒服... 可是如果你適應了... 你到140... 你一樣會喘... 但是你不會不舒服... 這就是我每一個人都要去突破的點... 沒辦法... 可是你只要知道一點就是... 你今天... 你越早一天... 去突破這件事情... 你越早可以去享受... 舒適的成果... 以及愉快的鍛鍊... 這個是... 送給每一個人的啦... 就像減重... 像我減到... 96...97... 就進入九字頭... 其實身體就輕很多... 然後做很多的運動啊... 做很多的訓練啊... 甚至於做很多的事情... 就不會喘... 也不會卡... 反而會更有動力去做... 可是那個時候... 又墮落... 又腹胖了嘛... 然後... 就開始明顯又發現... 哇... 又來了... 那種... 笨重... 那種... 體力不支... 那種... 懶... 又席捲而來... 我們的人性層面... 懶這個東西很可怕... 這個東西喔... 會消磨掉一個懶... 撤錯腳下... 那... 我們一定要... 很努力的去克服... 那再來呢... 這樣一開始片頭的時候... 我講到... 我們今天的... slogan... 我今天沒有辦法上slogan... 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跳出來... 就是讓... 富胖王... 也就是富胖高手... 來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最有效的減重... 而且... 一招必殺技... 你只要用這一招... 我保證你絕對會瘦... 一個禮拜瘦個一公斤都有可能喔... 當然這是跟你本身... 身體的... 胖瘦... BB有關... 但是如果疑惑我來講... 我一個禮拜用這一招... 瘦一公斤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可以告訴你... 幾乎... 沒有卡頓起... 如果你是單身狗... 我可以告訴你... 絕對很容易達成這個目標... 當然... 前提是你要有這個意志力... 如果你不是單身狗... 不是孤家寡人... 有女朋友... 有老婆... 有小孩... 這招給它有點高難度... 除非... 你是邊緣非單身狗... 那我們就叫... 邊緣狗... 嗯... 邊緣... 邊緣脫單狗... OK... 好... 就不廢話... 一語道破... 不要吃晚餐... 那... 像我從禮拜天到現在... 我都沒有吃晚餐... 只有昨天晚上... 嗯... 吃了... 這個... 青菜... 煮湯... 原因是因為... 昨天我沒有吃早餐... 那我只吃了中餐... 然後... 晚上... 再加上我要吃藥... 所以我必須... 要吃... 不然我... 這個禮拜... 都只吃早餐... 早餐都是自己做... 然後... 雞胸肉... 配培根... 配樂狗... 配雞蛋... 配生菜沙拉... 那... 中餐... 隨便買便當... 想吃什麼... 就吃什麼... 然後... 接下來晚上... 不吃... 那... 我... 因為我有吃中餐... 所以我的... 不至於內臟完全是空的... 然後... 如果你真的擔心... 像我擔心吃藥... 會有一點不舒服... 那就在吃藥之前... 吞一點點東西... 不管它是什麼... 但是你不要吞什麼蛋糕巧克力... 這一種... 就是... 完全只是為了墊胃而吃... 然後... 這個就... 你自己決定你要墊胃... 但如果沒有吃藥的人... 你完全的可以不需要吃晚餐... 那... 也可以把它解釋成... 晚上六點之後不要進食... 那... 呃... 我覺得最有效是... 晚上五點之後不要進食... 而在五點之前要吃什麼是你家的事... 但是你不要一天十杯珍珠奶茶... 我們現在都討論正常合理的範圍... 這樣的方式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好處... 一個好處是健康... 那... 你起床會比較有精神... 比較不會賴床... 因為你晚上... 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內臟... 是沒有... 比較沒有負擔的... 然後... 早上起來... 也比較沒有那麼多食好啦... 因為你晚上有沒吃嘛... 然後你早上起來... 不會特別覺得餓... 這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如果不要吃晚餐... 我早餐起來的時候... 反正... 我覺得是因為內臟有休息嘛... 所以... 他不會覺得特別讓你餓... 然後... 你就... 來... 就這樣做... 對... 那... 像我... 為什麼我要再回到這樣... 因為我開始... 不可以... 運動... 所以... 我很怕... 會變更胖... 所以我勢必必要... 去調整... 才不會讓我的... 好不容易稍微... 再減回來一點點... 體重就飆回去... 就這樣之前... 我是從... 117... 嘛... 花了一年的時間... 減到... 97... 也就是減20公斤... 然後... 後來... 又花了... 只花了... 半年的時間... 就胖回... 106... 107... 然後... 前一陣子... 我有減到... 104... 105... 對... 然後... 後來... 可是... 我睡著... 彈回來... 是很妙... 我的體重降了... 水腫降了... 體脂肪也降了... 然後... 我的體重卻回彈... 可是我不太認為這個是... 肌肉... 因為太多了... 兩公斤... 三公斤的肌肉太多了... 我接下來又回彈到... 106... 105... 那... 呃... 其他部分沒有什麼改變... 尤其是... 呃... 我的腰也變瘦啦... 然後... 人整個有縮... 因為水腫好很多... 可是在... 體重跟體脂肪這上面... 卻產生了一個不正確的比例... 所以...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 好... 所以... 在這邊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可以做到... 不要吃晚餐... 原則上... 對你的內臟... 對於你的... 這一個... 體重... 對於你的精神... 會... 相對的提升很多... 那進而呢... 它會導致什麼... 因為你不能吃晚餐... 你很... 你很有可能... 在一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 晚上... 會餓... 那... 會睡不好... 呃...睡不著啊... 或怎麼樣... 所以... 你會開始早睡... 這是我以前... 呃... 調整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很...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我會... 欸...晚上都不吃嘛... 白天吃很多... 然後我到晚上... 八、九點... 我就開始想睡覺... 然後... 十點前... 我就睡覺... 那時候身體狀態... 非常非常的好... 就... 精神好... 體力好... 然後... 皮膚狀態也好... 幾乎... 無懈可擊啦... 然後... 體重... 又... 哈囉... 齊全... 齊全... 齁... 我在講... 不要吃晚餐... 這件事情很重要... 以及... 不要輕忽... 身體發炎的問題... 齁... 齊全... 台中應該也在下雨吧... 這應該是... 全台灣都在下... 溫度... 我是覺得... 還好... 我反而覺得... 昨天... 比較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齁... 那... 再來就是... 我有可能會在... 23號... 出國... 然後到... 31號... 所以這段期間呢... 應該... 齊全物館這邊是不會開播的... 可是... 齊全可以注意齁... 我們在... 不關機... 買Shiny... 那... 這些的平台... 我們有可能會發布一些資訊... 齁...到時候再麻煩大家... 幫忙分享一下... 齁... 因為... 我們這個要... 出國... 要去... 採買一些... 這一個... 進一些貨... 然後... 並且跟大家介紹一些信息... 好玩的東西... 那... 主要... 這次出去是... 一半休息啦... 因為... 身體都受傷了... 然後... 一半呢... 就是去工作... 拍拍東西... 買東西... 然後... 再來就是... 4月份... 我們有大事情... 要做... 那... 4月份又是一個很重要的籌備系... 那... 5月就正式開播... 那... 到時候... 我覺得... 齊全... 齊全應該有看到... 我們發的那一個... 網路媒體人... 這一個... 聯合會的資訊... 吧... 我覺得齊全... 你應該要來... 寫一下喔... 對阿... 我覺得齊全... 來填個報名表吧... 然後... 我覺得齊全旁邊... 很多這樣的朋友... 可以介紹一下... 大家一起來... 做這個... 聯合會的事情... 那... 我覺得... 對... 我現在想到... 齊全應該是蠻適合... 當我們的核心成員的... 所以... 齊全... 去... 填寫一下這個... 報名回函... 然後... 找個時間來台北的時候... 我們來面聊一下... 看看... 怎麼樣一起來做... 一些有趣的事情... 齊全人... 那... 不會掉線了吧... 齊全人... 那... 到時候再看看... 怎麼樣... 齊全人... 如果他剛剛沒聽到... 他也沒看到回放... 那我們的... 蔡博物再跟他... 聯繫一下... 齊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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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到處亂玩... 齊全人... 最近他在玩... 齊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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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再來討論... 能夠變得多強... 齊全人... 又回來了... 他現在... 右上角都不會跳誰... 誰上線... 誰要線上... 但是... FB最近的這一個... 直播的這個... 效果的功能... 終於... 會不正常... 好... 那... 我想要拿... 好啦... 反正在塞車... 繼續講... 所以呢... 大家在... 最近... 加上我現在去大園... 教的這個... One by One學生... 他其實... 滿不錯的喔... 跟機打得夠扎實啦... 因為他跟我練很久... 所以最近在練... 黑綠級課程... 尤其在練... 黑綠級... 高階課程的時候... 呃... 他的... 效果啊... 真的是... 相當好... 其實我也很希望啊... 像阿伯啊... 漢翔... 喔... 巴拉圭啊... 這一些... 老學生啊... 能夠... 重新的... 開始好好上課... 因為... 講真的... 我... 一直都覺得... 這幾位... 都是很有機會... 可以上... 紅黃機的朋友... 那... 他們其實... 在一些天賦上面... 心思上面... 都投入的... 都還滿高的... 但他們也花了... 算滿長的時間啊... 累積了相當不錯的... 這一個... 根基... 可是... 現實嘛... 有的時候工作... 有的時候家庭... 有的時候環境... 導致大家必須要... 停課... 或者是... 欸... 有的時候一些熱情... 就這樣子消失了... 我真的覺得... 這個大家可以... 再約時間... 比如說... 禮拜天... 或是怎樣... 不定時的... 上... 上... 因為... 一到五之後... 我可能比較有機會... 一到五... 挑個一天... 那... 六日... 比較方便... 可能是禮拜六... 然後... 我再另外... 拍... 我... 萬拜萬的課程... OK... 哎呀... 我們的這個... 碰... 總... 來了... 對... 可以早安... 那... 我覺得到時候... 整個... 整個... 我身體的狀態調整好... 然後... 在這個... 三四月份... 忙完... 我這個... 節圈道的部分... 希望能夠來做一個... 重新的調整... 並且... 好好地跟影視方面... 還有其他的部分... 做結合... 因為我們做的這個... 聯合會的東西... 會... 開始... 上路... 那到時候... 碰蟲這邊... 也要多多照顧... 那... 碰蟲不是跟我約... 三月十號... 要... 聊些事情... 對啊... 我們再LINE一下... 前方... 流到廁所... 秋火... 剛... 這邊... 剛講到... 學習的根基啊... 其實... 其實... 圈道到了... 這個... 黑綠機的課程的時候... 它會有非常多的... detail... 那... 我覺得... 大家在學習... 任何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必須要度過一個... 所謂的... 基礎... 你在... 學習完了之後... 你才能夠去學習到... 比較... 技術性... 比較... 所謂的... 核心層面... 也就是... 所謂的... 它本身的主題性... 會比較接近的風景... 雖然... 黑綠機在... 整個結學道來講... 還只不過是入門外... 可是... 實際上... 它已經接觸到了... 很多很多的... 基礎根本... 跟黑綠機之前的課程... 比起來... 黑綠機其實就豐富得非常多... 這也就是... 呃... 在黑綠機學習課程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誒... 怎麼學到了... 跟之前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 未曾經嘗試... 去調整這個課程... 調整了無數次... 我想要讓... 很多的東西... 能夠盡早的往前面去... 推進... 而不是讓大家... 在黑綠之前... 可能會經歷一些... 稍微比較... 胡躁的階段... 可是... 你... 經過了我... 這個... 十幾年來的調整... 我... 你會發現... 它沒有辦法... 去變成... 那一種平衡很難達到... 因為你真的不會不熟... 你就是練不出來... 所以你到最後... 你可能會花了一整堂的練... 去練這個動作... 你還是不了解這個動作的根本... 你還是不了解這個動作的... 中指... 然後... 最後... 其實你只是... 喔... 有練過這個動作... 就可以帶過... 就不會像是... 你今天跟基做得很紮實... 然後... 你去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欸... 你可以... 那麼明確的知道說... 喔... 是這樣... 然後你學了... 這堂課的東西... 你真的完全可以吸收起來... 就是比較做不到... 其實我對於... 教課的效率... 我非常的在乎... 這一點... 讓大家能夠理解... 所以... 呃... 我覺得大家在... 學習任何事物的過程當中... 真的不要去忽略... 根本的重要... 縱然你聽起來很基礎... 縱然他聽起來很枯燥... 可是你還是必須的... 要去學習... 因為... 就像走路一樣... 你走不穩... 你是沒有辦法跑的... 所以... 這個... 這種... 老生長談啊... 是我們... 必然一隻一隻要去說的東西... 所以就還蠻... 還蠻重複性的... 連自己講到都會無力... 這種東西... 哇... 你要講幾遍... 人家來聽懂... 可是你必須要知道的是... 其實你每一次在講的時候... 都是不一樣的人在聽... 那... 這些不一樣的人呢... 他們每次都是用第一次的心態在聽... 所以... 你還是得... 很用心... 很專心... 去告訴大家... 你要他們知道的正確觀念... 這也就是一個所謂的... 教學者... 跟傳播者... 他必然... 要經歷的一個... 修為耶... 奇怪耶... 今天陌陌的... 這段路車有點多啊... 速度上太學... 80... 啊... 80... 可能叫塞車... 對我來講有點塞... 好... 那... 一樣... 那... 有機會啦... 我就是... 再給大家一些... 片段啊... 或是到時候我會再來... 上傳一些... 呃... 以前的舊資料... 到... 新的... 街圈武館的Youtube... 因為... 不關機那邊的Youtube... 等到我街圈武館這邊... 都傳的差不多了之後... 我可能就會把那邊... 道館的部分... 給關閉... 然後... 大致上是這樣... 那因為... 現在... 車流量... 比較... 莫名... 速度比較穿插... 然後... 我再講... 今天的主題也講得差不多了... 那... 希望呢... 下一次可以盡快的... 再跟大家直播... 那... 下一次... 我就開始跟大家講一些啊... 在... 學習街圈道... 初期的時候啊... 你可以... 呃... 注意的一些小技巧... 以及...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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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歡迎啊... 各位朋友... 如果對街圈道有興趣... 只是有興趣就可以了... 沒關係... 然後... 可以跟我... 約時間... 可以跟大家一起在... 三重這裡... 跟大家聊聊... 或是... 其他的縣市啊... 你們想要... 開課啊... 或怎麼樣... 或想要... 培養教練啊... 也很歡迎... 只要是... 大家時間能喬好的... 那... 都可以... 我去做個... 講座啊... 這些都沒有問題... 像我... 應該是在... 下半年... 那... 可能要在... 這個... 浙江... 還有... 這個... 煙台... 這幾個地方... 然後... 也可能... 會過去設立... 教科處... 這是一個... 目標啦... 現在已經在洽談了... 如果真的想要學到... 有用的節眷道的朋友... 那... 可以... 再跟我聯繫... 因為講真的... 時間真的有限啊... 能夠做的事情就那麼多...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在台灣... 培養教練... 然後... 把一些技術... 教出去... 然後... 讓大家能夠... 呃... 去... 散播正確的資訊... 讓真的想要學... 節眷道... 或者是真的想要學一些... 防身技巧... 跟... 對自己的人生... 有幫助的東西... 的朋友... 能夠獲得... 這一些資訊... 好... 那我現在差不多... 下次要留到... 就跟大家播到這邊... 那我們... 下次見... 掰掰...